作词 李宗盛 风柳才子 起 痴情或家人 风柳才子 痴情家人 风柳才子 痴情家人 风柳期间 有正义 冷靠后面是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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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假意 对假意 只为真情换真情 真情假意 真情 真情假意 真情 才子家人化真情 风柳才子 痴情家人 风柳才子 痴情家人 才子家人化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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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子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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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正亲 自古而履 多情世 笑说秋香 喜一堂饮 那我就做个没本事的皇上吧 来拉我一把 我不是不拉你啊 我是为了皇上着想啊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有人看见了说出去 说皇上怕高 这样传出去的话影响就很大了 说得也对啊 不过秋香 你高高在上的我在下面 这样不太好玩吧 你还是下来吧 啊 皇上你才高高在上呢 那好 我下来了 皇上你还是上来吧 这里风大很凉快的 我到处看过了 这里没有人 来 我拉你啊 好 那我上去了 来 拉我一把 好 我拉你 好 来 还真不错 真有登高远望之感 我来啊 皇上 我们下去吧 就这样做着不好玩的 哎 哎 秋香 我刚上来你怎么下去了 这 来 扶我一把 不要扶的 你左脚蹬在这儿 右脚蹬在这儿 左手抓在这儿 右手抓在这儿 你试试啊 嗯 好 那我就试试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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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跳 跳 跳啊 从客观上来讲 我也确实得到了断练 多少有些好处 不过我要告诉你 在后宫 没有哪个后妃敢如此对待我 当然了 你现在还不是后妃 我也不能以后妃的标准来要求你 本来是玩嘛 规矩多了 可就不好玩了 谢皇上不醉之恩 谁让我一看见你 就那么喜欢呢 皇上啊 有件事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啊 那你就说吧 我和皇上在一起玩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的 可我老觉得 后面有一双眼睛 一直在盯着我们 让我 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真是浑身不自在 那你再说的具体一点好不好 皇上其实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东湘是我的好姐妹 从小到大 我们都没有分开过的 我到哪里 她就会到哪里 你让东湘陪着李大人 这不是好办法 嗯 你的意思我明白 那就让李大人到苏州 去抓唐伯虎和柱之山 远远的离开这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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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住直升 扛来了 住直升 你把他打下拔块了 没有 把箱子打开我看看 君驾太无礼 换我住胡子 罚他驮青石 往返二十里 朱之山 我看你还能开多久玩笑 小小老鼠上珠台 头又迟下不来 叫奶奶奶奶也不开 叽里哭里滚下来 这不是朱姓 他这是怎么了 听说这是八五玄岸 要找点麻烦 不会吧 朱姓人从来不惹是生非的 受刺刺 是不是疯了 不可能啊 小老鼠上灯台 爬上去下不来 叫奶奶奶奶也不来 叽里哭里滚下来 不对 他潇洒得很呢 他才不会把什么八五玄岸放在眼里呢 李大人 我背着东西都回来了 他怎么这么久还没到 要不然派人去找 不必了 我就是要等他自己上门来 我看他能溜到哪去 哎呀 哎呀 我这一溜就溜进衙门来 朱之山 你可来了 来啊等等 你让我看清楚 让我看清楚 燕鸣正身之后再跟你说话 没错 市里营偿你这大骗的 朱之山 你也欺人太甚了吧 这打狗看主人的道理 你也不懂了吗 你让我的家人拖了一块青石跑了二十多里路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只不过是叫了一声住胡子嘛 哎呀 你还知道过分二字啊 那我问问你了 你在对待我跟小谭这件事情上 你自己觉得你过不过分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不谈拖青石的事了 那么我想问问你 唐伯虎现在哪里 哎 你还问我要小谭啊 我正想问你要小谭呢 你把他弄哪去了 你们俩从上春楼出来 不是一直在一起吗 你不是一直死死的盯着我们俩 等我们俩个从上春楼那么一下来 你就把我们俩给抓起来了吗 你能逃脱 小谭不是一样也能逃脱吗 哎 我这不是没逃脱吗 可是我找你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哎 那我呢 我好不容易娶个媳妇 我好不容易有那么一大帮亲朋好友来大吃大喝一顿 啊 我好不容易啊 也没能够找到小谭来喝这杯喜酒 我好不容易 也没能在我的心房里让小谭给我画一副和和二千图 你不容易我也很不容易 你说你很不容易 我比你更不容易 你不容易你来找我 我不容易我找谁啊 来呀上场 茶呢 来呀上场 好吧 其实皇上找你们也不过是想让你们进京赶考 没有什么大的麻烦 是你们自己把事情想大了 我劝你们耐心的在这里等几天 等我把唐伯虎找到了 再送你们俩一起进京 也好 正好你把小谭找来我跟他也好续续就 这什么破茶叶啊 破好的 好 给你换 女师傅 女师傅 大绝师傅 嫂夫人驾到大绝未能远迎啊 大绝师傅 老朱被李营长扣了起来 你得想想办法呀 嫂夫人不要慌 请进小四之后再说 好 请 哎呀这真是山不转水转哪 你瞧瞧咱们俩又转到一块了不是 哎哎我也真是的 这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哎 哎这已经过了吃饭的时候了 你能不能哎弄点韭菜来 哎你要是不说啊我还真是忘了时辰了 我还真得弄点韭菜来吃吃喝喝的 嗯不过啊哎没你的份儿 什么时候李大人发下话来说给你点生糖生饭吃 那时候我再给你啊 你这块用不着了 哎呀 嘿嘿嘿嘿 有老婆的感觉真的好啊 这有好老婆的感觉更好 这是猪肉 这是牛肉 老婆说了猪肉今天吃 牛肉明天吃 这是胡萝卜 这是大肠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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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怎么 没给我带酒呢 哎呀 好酒啊 好酒 老婆 先敬你一个 若没有老婆你 哪有我住之餐的金铁呢 好 开饭 好 开饭 好 好 开饭 好 你还要扛吗 就算皇上来了又能怎样 你别吹牛 小心为好 师父 您真以为我有那么大的本事 我没有 可是菩萨有 寺院有 再厉害的人 他敢在菩萨面前乱来吗 有你这句话就好 好 我就放心了 嫂夫人 我们走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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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吃吧 吃饭了 嗯 你怎么玩 这我坐 哎 哎 嗯 哎 嗯 哎 哎 这哪来的东西啊 哎 嗯 好酒 比我喝的酒还好呢 难道真有田洛姑娘天女下凡 对了 石板仙子 和你这么走一走聊一聊 真的很有意思 小小 咱们在那儿歇一会儿 皇上 我让他们送点茶点来 好啊 让那个叫康轩的送点茶点来 是 你们看看 看看 这嘴线都是我康轩哥哥挂的 怎么样 看十六的嘴唇 好看吧 好漂亮 他挂的比十六四级本人要好一点点 还是出现漂亮一点 看真像 是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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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漂亮的 宣康轩见价 什么呀 你康轩是什么呀 别倒了 别倒了 宣康轩见价 咱们干什么呢 快快快 我们家看这 你 画得真甜 谁是康轩 一般说来谁是康轩 在这儿呢 康轩哥哥 公公叫你呢 公公叫我 你是康轩 对 暂时还叫康轩 叫康轩就叫康轩 一般说来没有什么暂时不暂时的 公公说的对 不知道公公叫我有什么事 皇上和秋香在凉亭里让你送茶点过去 这不应该是我的事吧 那么一般说来该是谁的事情呢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那就是你了 是秋香点名让你送过去的 秋香要我去送啊 他还说什么了 一般说来这些你都不该问 快送过去吧 十六 好 准备茶点 好 准备茶点 凉不凉 不凉 烫不烫 不烫 正合适 正合适 好 我给秋香送茶水去也 说是给皇上送的 皇上 他还没得让我给他送茶的份 来 嗯 来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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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康轩给您送茶来了 嗯 皇上 请 皇上 我帮你试试热不热啊 好啊 秋香真会提提人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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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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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躺着我了 哎 errand 躺着我了 是不是唤的很厉害啊 好痛 厉害吗 哎 好痛 康轩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烫着皇上还是想烫着我秋香啊 你分明是跟皇上过不去 是不是 说话 不说话就没事了 这件事我跟你没完 算了算了 换一壶两点的来 好 真的烫着了吗 没有啊 我是看他来得这么慢 实在等得不耐烦了 找个理由拿他出出气消消火 你这火气来得也太大了一点吧 不过你能说真话 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知道这茶不烫 想给我拿治罗 好 好好看 抗劝哥哥 抗劝哥哥 是不是那皇上给你气瘦了 是不是茶凉了 那是茶热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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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大家 大家都忙自己的去吧 我陪康俊哥哥在这坐着解解闷 阿菊 你再调一壶茶 给皇上和青香姐姐送去 走吧 忙去吧 康俊哥哥 你心里有什么委屈 你就发出来嘛 想哭就哭 想喊就喊 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嘛 你不会打我吧 不就是陪皇上玩了两天吗 就神气了 就威风了 就成人上人了 有才 有才 不错 有帽 也不错 有风度 有气质 都不错 但也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 莫名其妙的发这么大脾气 莫名其妙的发那么大的火 才呢 帽呢 风度呢 气质呢 全没了呀 可惜啊 可惜 你到底是生气啊 还是可惜啊 我都有 我都有 我 我今天晚上干净车也难免我 你别气着自己啊 你要保住身体啊 身体 我还有身体有什么用 这身体对我有什么用啊 我不要了 谁愿意让谁拿去 康俊哥哥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 我脖子上吊了 俗话说 留得青山带 心子头上一把刀 撤到山前 穿过江 回头山 我不想活了 康俊哥哥 康俊 我有话跟你说 十六 你走 是 康俊哥哥 话若自有话开始 男子汉 站得起 坐得下 唐伯虎啊 唐伯虎 你是真不知道死活呀 你这是干什么 你说 这是干什么 生怕人家不知道你会画几笔臭画 显白了 得意了 现在满院子人都知道康俊会画画 康俊很了不起 了不起了你 你不想活了 我还要活呢 你不要命了 我还要命呢 你赶快给我擦掉 擦得干干净净的 擦得一点痕迹也不要留 以后 不要再在人家提你会画画的事情 听清楚了没有 不擦不擦 我就不擦 我现在反正是逮着机会就狠狠地整他 不好好整他出不了我心头的这口恶气 嗯 不过也不能整得太厉害 好不容易把他拉到身边 三下五出二把针跑了 我们再上哪去找他呀 那时候就更冤了 我有分寸的 嗯 诶 我听说唐伯虎在厨房的墙上画了你和十六的画像 都说画得好 你去看过没有啊 没有啊 我想去看看 无所谓 反正又没画我 嗯 我的事你一点也不关心了 我的事难道就不是你的事了 你就撇得干干净净的 我又没说不去 那就走啊 走就走啊 听说那个叫康轩的挺会画画的 回王妃的确画得不错 画了些什么 在厨房墙上画了秋香和十六的画像 画得像吗 像太像了 我也想去看看 我也觉得王妃应该去看看 为什么应该去看看呢 在我们王府的下人里面 竟然有康轩哥哥这样会画画的人 也是王府的福气啊 嗯 就像在粪坑边发现一块玉 在剑草中开出一朵花在 胡说 哪个是粪坑 哪个是剑草 奴婢无心奴婢该死 好了好了起来吧 你刚才叫他什么 康轩哥哥 现在府里面的人都这么叫他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这样叫他 嗯 是这样 那我就看看去 嗯 你看 胡子 胡子 还有麻子 麻子 太欺人了 太欺负人了 太过分了 你笑什么笑 这有什么好笑的 把我弄成这样 你开心了是吧 我不是笑 我不是笑啊 我真的不是笑啊 我 我是在乐 乐死我了 也不许乐了 在乐 我就给你脸上画上胡子 点上麻子 你看我看看 不不不不不 参见王妃 你们都来了 来看看你们康轩哥哥画的画 我也是来看看的 看看是不是真像你们说的那样 可是王妃 你们两个人怎么了 这康轩这小子真够淘气的 你还在说画的真像 挺像的 这太有意思了 王妃 那个康轩太欺负人了 还请王妃好好地教训教训她 哎呀 开个玩笑嘛 教训她干什么呀 一天到晚关在这园子里 什么让人高兴的事情也没有 康轩能让大家乐呵乐呵 是好事吗 拿我来让大家开心 我不愿意 请王妃准许我涂掉这画像 哎 别别别 留着留着 你说这话的是你 这当然是你 很像 那你开心 当然你不高兴 可你说这话的不是你 那他就不是你 你看啊 你们有胡子麻子 有胡子麻子的 当然就不是你了 不是你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 你涂掉他干什么 明天哪 我也带皇上来看看 让他高兴高兴 乐呵乐呵 先不告诉他怎么画的 画的是谁 先告诉他 就不好玩了 哎 怎么听说皇上要来看 你就紧张成这样 哦 是不是怕皇上看了你这模样 就不喜欢你了 那才好呢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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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那么多为什么呢 皇上也是个有学问的人 要是他从这幅画里 看出唐伯虎的什么风格来 那不就糟了 哎 有道理有道理 太有道理了 秋香 听说那个叫康什么轩的很会画画 是不是 嗯 听说他在厨房的墙壁上画了两个人的头像 画得很像啊 是有点像 不过也不太像 那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皇上 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对什么呀 我想厨房那种地方太脏太乱了 不是皇上能去的 也好 对你说的也对 让他到这来 给咱们化妆化相好吗 不好不好 要是他没有什么真本事 把皇上化丑了那可怎么办呢 那可是欺君大罪 年纪精轻的就被杀了头 也怪可怜的 你很关心他吗 我不是关心他 我是怕 怕坏了皇上这次出来玩的兴致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你看我像一个 随随便便杀人的皇上吗 去 准备文方四保 好 宣康轩来画画 是 不就是玩玩吗 何必太认真的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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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过圆呀 十六姐姐挺好看的 宣康轩见见 我觉得是十六姐姐好看的 我也觉得十六姐姐好看 宣康轩见见 还是秋香酒 十六姐姐好看 真是十六姐姐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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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康轩啊 皇上可是让他去呢 还没来呢 你找他呀 我不找他 不 我找他 一般说来 我找他 就是皇上找他 哎呦 干什么呀 又让我送茶水啊 你告诉皇上 我不去 那不是我该干的活 这次让你去 哎 就是让你干 你该干的活 什么活啊 宣 康轩见见 这这这 搞那么复杂干嘛 有什么话直说 让 让你准备文房四宝 给皇上和秋香画像 那我也不去 一般 一般说来 皇上有史了 不去是不行的 那我就给他来一个 不一般 一般说来 不一般是没有的 冯妃 皇上把康轩哥哥叫去 给他和秋香画像去了 糟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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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画得不好的话 他就没命了 嗯 真有那么糟糕 我吓唬你 难道我还吓唬我自己啊 那怎么办 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皇上 把康轩哥哥杀了呀 你们怎么一回事啊 一个康轩就把你们迷成这样了 一口一声 康轩哥哥 康轩哥哥 康轩哥哥给你们爱情了 康轩哥哥给你们银子了 就只有银子和爱情啊 他给我们一种感觉了 行不行啊 行 行 那你要想办法救救他呀 我要是有办法 还用得着你来催嘛 你以为就你们有感觉啊 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嘛 真是 下香姐姐 找有事吗 进来进来 康轩哥哥 皇上找你去画画 你去还是不去 那你说我是该去呢还是不该去呢 不去皇上会怪罪你 去嘛 我又感觉 你感觉怎么样 康轩哥哥 你画画画得这么好 万一皇上把你抓进宫去 那我以后不是永远见不到你了吗 下香姐姐 你说了半天 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去 不会得罪皇上 画不要画好 这种感觉最好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康轩哥哥 嗯 对 还是我的下香姐姐聪明 我这就去 我想大家的感觉都一定很好 对 康轩啊 又要辛苦你了 为皇上画像 何言辛苦二字啊 你这句话说的挺有文化嘛 读过书 读过两年私塾 千字文还没念完 就没读了 读这一点点书 还显卖什么呀 不能这么说 有些聪明人呢 读过一两年的书 就一通百通了 康轩 我给你出个对联 你对一对 不好不好 我从来就没有对过对联 没关系啊 一块玩玩嘛 皇上 还是算了吧 你看他这土头土脑的样子 康轩 听好了 我的上联是 弯木搭桥 两头落地 你对下 脱子睡觉 四脚朝天 不错呀 居然张口就来 好啊 现在咱们画画吧 好吧 皇上 我从小落下个毛病 手要是活动久了就发抖 我要是沿的沫来 恐怕这画就画不下去了 不知皇上 可不可以让秋香 来帮我研磨啊 好啊 秋香 给康轩研磨吧 皇上 来来来来 您坐这儿 您坐这边 这边光线好 我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等您完了 那我再画秋香 什么叫我完了 你不知道皇上是 万岁万岁万万岁吗 本来就没有打算 让你画两张画 等一下秋香过来 你给我们两个人画一张 画一张 两个人坐在一起的 行行行 只要皇上喜欢怎么都行 不过皇上您看 我确实是个没文化的人 我从小放牛的时候 随便画些花花草草而已 可您那现在要我画人 那我要画的人不像的话 您可得恕我无罪啊 行 那我就先恕你无罪 你真看上他了 皇上啊 我看您真是宽宏大量 还没开始呢 就先恕他无罪了 是吗 当皇上的 就得这样 秋香 跟了皇上 当然锦衣玉食 可你要知道 深宫日海 危机四伏啊 皇上 听说皇宫里 可复礼堂皇了 听说皇后可慈祥宽容了 是这么回事吗 这话啊 你说的没错 秋香 你就听我一句话 你是个有见识 有文化的姑娘 皇上那儿 不要去了 皇上 您那些后宫家里 都有见识 有文化 那还假得了 秋香 你一定要听我的 皇上 我一定听你的 听我的 皇上 我就听你的 好好好 嗯 皇上都三宫六院了 他还不嫌多 皇上 你就是不嫌多 看人家怎么样是吗 我当然不嫌多了 你说我什么不嫌多 秋香 我可认认真真地跟你说话 你不要这样 皇上 就这样 秋香 皇上真行 皇上 你不行 我 我怎么不行了 皇上真是个好皇上 皇上 你不是好皇上 哎呀 你不太我 你不太过了 我驹学了 还真是个夜 我真是一个 我快过去 我我感觉眼 你自己都 needs 你不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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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仙 种桃树 有债桃花花酒前 旧心只在花前座 酒醉还来花下边 半醉半心人妇人 花花开念妇联 车尘马祖先车时 旧战花之影时远 那看老四花前酒 一样聚共在人间 旧心只在花前座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醉半心日妇人 花落花开念妇联 旧心只在花前座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醉半心日妇人 花落花开念妇联 旧心只在花前座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醉半心日妇人 花落花开念妇联 酒心只在花前座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醉半心日妇人 花落花开念妇联 遥花婦礼 遥花婦礼遥花安 遥花安下遥花仙 遥花仙人终好处 遥宅遥花安 遥花安下遥花仙